第六波 对了,专家已经预告第六波了 打针已经不足够了 最新一招是要混合免疫 昨天,两位政府专家顾问孔帆毅袁国勇 和两位港大同事一起赞问 指香港应该趁夏天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引毒传播 等人自然感染,加上打针,接种疫苗 社区就可以混合免疫 香港现在算不算是这样的状态呢? 有谁特意感染这么有科学精神? 香港也有九成人打了第一、第二针 继续看看专家是什么 这种策略性自然感染 专家的说法就是 要加强防重症的背景免疫 人话就是,你那些人中了 到时都不用去医院 可以啊,防疫就搞不定 现在要感染,全部和我随咒 那又不行 大家口罩都要照戴 可能是怕疫情来得太快 周章颅卷风 不过,未打针的人 专家就说出街起码要戴N95口罩 不可以参加随咒的活动 为什么要选夏天及早感染呢? 就是因为病毒的存活能力较低 空气传播较少 所以是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好时机 到冬天就可以避免医疗系统崩溃了 另一方面就是等Omicron的加强剂 加强剂,没错,倒是针 又打了 Vaccination, vaccination and vaccination 专家说他们在测试针对Omicron的疫苗 10月底就会有结果分享 他说新疫苗应该可以增强对Omicron 变异株的免疫力 而对于通关 因为考虑到中国内地的清零政策 所以建议优先对海外通关 来港的旅客慢慢改在家里检疫隔离 要了安心出行疫苗通行证 头7天不可以入食市酒馆 但是外国人都会感染传播 那又不怕影响香港疫情吗? 又变相是否不可以对中国内地开关呢? 我得理得,政府都不行 专家在文章解释 输入个案对本地疫情没有影响 因为入境的人都打了针 就算感染也不会对医疗系统造成负担 外国人感染,又不怕传染? 说打针的话再说,香港都九成人打了第一、二针 还是令到多些人自然感染的策略? 专家也建议政府放弃围风强检 因为成本高和妖民 不单只是省政府的成本 各大传媒APP都可以弹小通知 不过他们就认为疫苗通行症 应该维持多一个冬天 那是否疫情还有一个冬天? 这样分六七八九波 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叫一大波算吧 最后四位专家 样样沙沙写了这么多字 给了这么多建议 结论是 这样的话,生活应该差不多回复正常 专家不单只口罩戴好 好,头盔都戴得很好啊